你们打架时间长了 人类身体能自己动 这个自发工是哪回事 自发工找回事 那就是身体的能量 身体的气场在动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神经系统也更能流动 它会自己动 你把眼睛打开 眼睛打开 看到某一个点固定自己 是不是气了一个点 有点做乎入母了 有很多人这样练功的时候 身体会动的 还有人会抖的 挖狗 这些东西都经过训练以后 都是可以达到安静的 反而安静是好的 安静是好的 它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静吗 静然后才能入定 定才能生慧 你不然天天坐着坐坐坐坐坐 你又不是挑大神 它目的就是又一样神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 它是很稳定的 为你太删了 你说一手单甜吗 就一手在这 反而因为一手它就动 你练多长时间了 我也是平常工作 就是偶尔 每次做多长时间 放几小时以内吧 开始抖的时候 动的时候就多长时间 根据不同的环境 气场好 来大自然都是会动 大概 10分钟左右吧 做10分钟不做 做了 就不抖了嘛 做10分钟停下来 然后再做10分钟再停下来 慢慢去训练嘛 不让它那个洞形成习惯 那洞它是会形成习惯的 你知道吗 大概比方有个孩子 或者这个脸长这样 脸掉洞 你连续跳几天 它就会痛 对不对 然后说这里洞 它这里跳洞是好不了的 对不对 我一下过就能给它治好 对吧 你一针扎进去它就好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习惯问题 它是个神经形成习惯了 你懂吗 对不对